他应该很想知道 你们是如何维持样貌 一直维持在这个状态下的 真的 是请运动还是说不吃什么 所以是不断的做医美吗还是 电波拉皮啊 电波拉皮是多少要做一次 很老实吧 所以有一定要疯狂的运动 或者是不能熬夜 还是什么之类的吗 我是很佩服 因为我都会看你在运动 我真的没办法运动 我真的一直假运动 很痛 我也偷 就是有运动的时候 赶快一直拍一下照 对 然后其实大部分时间 可是你还是维持瘦啊 那因为像我一个人 我觉得吃很重要 我真的没有办法不吃 我会忧郁 对所以我就是还是吃 然后就是尽量穿一些 可以遮住 比较连就是个大瘦子好不好 因为我就遮住了 然后照片不准 因为照片你就可以瞧角度 对那其他你说脸的话 就是医美嘛 我就很相信 一个科技这样子 电波啊 然后会开始有斑啊 就雷射啊 然后按摩啊 做脸啊 然后有不淹不久吗 不淹 但是酒 但是要酒 就是开心 我觉得开心才是让你 对我觉得心情 心情好 会让人家看起来比较年轻 对对对对 因为不喝酒 你就是会觉得人生真的没希望 有时候还是好 对需要喝酒真的 天哪 所以冯元真是你说你生了小孩之后 反而会keep不住你现在的状态 对我反而觉得生小孩之后状态会比之前好 因为之前就是年轻就忙着玩啊 后来就是会一直上妆啊 熬夜啊 熬夜啊 什么那类的 后来饮食不均衡 就是爱吃什么麻辣锅啊什么的 可是现在有了小孩之后 你就帮他煮饭 你就陪着他吃 后来就是也没有其他生活了 就是在家陪他就是十点钟入睡 早上七点起床 所以就莫名变得很规律 所以会变得比较状态比较就缓和了 就比较长得慢一点 等于就是健康的生活做起 让你越来越年轻 对 就停就是慢一点老 那你有在喝酒吗 我就是只有一点点 因为在家一下就就睡着醉了 所以你现在人生的乐趣是什么 没有 吃饭吃 就是女儿睡饺之后 就是可能叫韩世家鸡来追剧 哇 你说你有去吃宵夜吗 对 他实量很大 他可以吃几颗水饺 你自己讲 就吃一时克 有什么可能 没有吗 对 可是因为 那个就是 是算这么小吗 就是我们朋友 全食量最大 然后55克喊肚子饿 然后却吃不胖的人 可是因为 怎么可能都这么年轻 还吃不胖 都在吃不胖 可是我其实有营养师说 只要你保持心情愉悦 消耗烤物理是快的 所以你就是宁可吃让自己开心 也不要你很难受 那代谢不好 胖的都是她老公 所以你这个是认真要跟观众讲的事情吗 我是觉得 就是你可以大吃大喝 不要大吃大喝 但是只要是开心的就好 克制一点 可是就不要到 不吃 对对对 因为像手摇影 我还是会习惯性的就是 看到还是会心痒 那心动了 我就喝吧 就是都不要 因为如果每天都要减肥 然后什么东西不能吃不能喝 你真的会心情很郁闷 对 会不漂亮 因为你肌肤状态也不好 所以我就建议说 大家开心就好了 对 今天晚上十一点 my video 线上收看 小姐不吸地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